大家好歡迎收看Narako金舌頭 今天是第一集的企劃 我們團隊非常貼心的幫我準備豆漿 知道我就是單身33年 每天缺乏蛋白質 今天讓我喝個飽是不是 今天準備這些市售商品呢 你看它有這種標榜濃醇香 然後還有這種有高鮮的豆漿 那最厲害的就是一般豆漿 還可以做到這種特濃的5.3 代表說它100毫升裡面 就是5.3克的蛋白質 就是會比一般的還要多 一般大概就是100毫升裡面有 3-10克的蛋白質 就是比較猛一點 還有一個 怎麼會 魚目 黑豆漿 我沒有喝過黑豆漿 我也不知道它車起來怎麼樣 今天為了讓這一集呢 特別的好看 特別的有噱頭 我覺得我們的團隊非常厲害 他們自己 一黑一白 自己現打了 早上現打了兩杯豆漿 一杯是屬於TACO 一杯是屬於大白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那麼急著 那你的豆漿能不能自己說明一下 我就嚴選本土的黃豆 專門外銷日本 進攻給天皇 哈哈哈哈 是一般加拿大的黃豆的三倍價格 3萬塊的手指 哇所以你是強強組的 就是用好多高檔的研磨機 看你的舌頭能不能喝出高檔的東西 不是啊如果你亂煮一通水加太多那怎麼辦 好來這杯是大白的 欸我荒唐的時候覺得怪怪 好便宜喔 好濃喔 我這個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豆 哈哈哈 但是也是非基因改造的 喔還算是可以的豆子 對對對不要選太好的 因為反正重點是技術 哈哈哈 這是主的人 那你的那個調理機多少錢 調理機最便宜一千塊 哈哈哈 那今天兩大口金舌頭呢 就會去講說我喝出來哪一個 是我心中的Top 1 最好喝 然後我順便猜一下 就是哪一杯是大白 哪一杯是TACO的 邊喝我就會邊講的好不好 好 吉克來進行盲測 來謝謝 欸我真的是 欸我真的看 完全看不到了耶 欸看不到正好 你確定我們等下給你喝的是豆角嗎 哈哈哈 線上第一杯濃醇香的 什麼感覺 很香耶 很香耶 很香 很香 這杯好香喔 唉唷 怎樣 都是無糖的 就豆漿 哈哈哈 它最後 豆味還不錯 就是最後有一個濃濃的豆 入口我覺得還好 我一直喝耶 唉唷 我就是今天不是要我補充蛋白質嗎 你後面好久 準備 哈哈哈 我輸一下口 第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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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平淡了 這真的蠻平淡的耶 有提發嗎 應該跟那個厚什麼濃的 完全搭不上邊 它跟第一杯明顯就有差別 我覺得第一杯它比較濃一點 這一杯就是喝起來有點像 有豆味的水 它的口感啦 就是 有啦有豆子的味道 但是就是比第一杯來很薄弱 應該就不可能是什麼 5.1 5.3那種特濃豆漿 它應該就是一般的豆漿 但是 高鮮 不高鮮可能要等 等一下我有沒有脹氣 哈哈哈 怎麼樣 你們還要對調 有病嗎 你們不要這樣子 怎麼辦你剛剛偷看了 我沒有在啊 我沒有在啊 哇 這杯沒有味道耶 沒有味道耶 沒有味道 聞不出豆味 真的假的 沒有味道 唉唷 這是什麼反應 這是什麼 舒服 好棒喔 這一杯好棒喔 這杯是什麼 這杯到底是什麼 救救我 欸這杯好了 應該是我的吧 哈哈哈 沒有香氣 很奇怪 但是喝起來呢 哇 可能是你們兩個其中一杯 因為 它跟上面那個口感完全不一樣耶 入口的感覺很天然 你確定我 可能是天然 對啊你確定我 也不是說天然啦 就是說 量產的東西 它都有一個很 就是一個水準 所以喝每一杯它都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看我今天這樣子慢慢喝下來 它完全跟第一杯跟第二杯給我的 那種 peace感 是不一樣的 有一種手做的 對有手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它滿濃的 就是它喝起來口感是真的 感覺是經過調理機打 然後今天剛剛現場出來 而且最猛的是它 它嘴巴是很 很有味道的 應該是三萬塊 這個應該是TACO的 這是目前最好喝的 喔 對 好好好 不錯不錯 很精準 很精準 所以我喝過的豆漿比你走過的路還多 那我先聞一下 聞一下 哇 這好香喔 很香 這好香 這味道很 太香了 我還沒喝過 那個味道直接衝到我島門 為什麼 說不定是現煮的啊 水 我喝了第三杯嘛 我們剛才說 我一直大力稱讚第三杯 這一杯就是水 因為我們想要喝的可能豆漿 想要它有點濃稠度 就是不能像這樣水那麼平水 可是不知道每個人的口感 我比較喜歡就是我想要 帶一點黏黏 唉唷 唉唷 你喜歡黏一點 黏黏的辣 嗯 來了 對啊 第五杯有個怪味 唉唷 唉唷 怪味 第五杯有個香味 奇怪捏 這哪裡來的 我覺得這一杯 一定是你們兩個其中一個人做的 唉唷 怎麼說 因為這一杯的豆漿喝起來怪怪的 唉唷 有一個奇怪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味道可能一般消費者 沒有辦法接受 手工味嗎 對有一個handmade的味 那個水味啊 水的味道 它其實太稀而已 水味啦 有一個水 豆子味道散開之後 後面全部都是水的味道 那個水的味道 不知道是在哪裡來的 沒有攪勻啊 它的豆跟水是分開的 這一杯要 要嘛就是TACO 要嘛就是大白做 這一定是手工做 這不可能廠商出這種 絕對被高傲死 有可能接不到某牌的業配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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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封殺我們 這一定是大白 爛 這沒什麼味道耶 哇 超好喝的 怎樣 對比上一杯之後 超好喝的嗎 這個 這是豆漿嗎 怎麼了 不太一樣耶 它有比較濃一點 當然因為我沒喝過黑豆 所以我有點懷疑它是黑豆漿 但喝起來很順口 沒有醜醜的感覺 所以它也是比較便宜一般 沒有耶 它的豆味蠻強烈的 就是在舌頭停留的時間很久 所以這杯可能是5.1或5.3的 我覺得 我覺得 介於中間 我覺得可能 比一般的豆漿還要濃一點 但是它算是好喝的耶 你的舌頭好精準 真的假的 我就先把你捧到最高 然後最後那的沒杯 都是不一樣的 很快 這是第七杯 第七杯 喔喔喔喔喔 你戒衛生紙 口包 口包 這邊 這邊有 欸觀眾朋友這段會留下來 什麼東西 這段會留下來 不言專屬 會裝賣 不言專屬給他看這個 好 好 平淡喔 平淡 沒有喔 但是後勁很強 後勁很強 後勁很強 它算是威士忌那一種的 它應該也是 特濃的吧 它的口感不是水了 它就是真的是 比較濃的 如果 剛剛已經出現過5.1的 它一定是比5.1還要重 所以這杯是我目前喝起來是最 最濃的 對 這個舌頭真的是 真的頭很猛是不是 最後一杯了嗎 這時候真的是很沒用 廠商應該要請你去幫他們 對啊 平館啊 QC 啊 唉唷 唉唷 驚為天人 它怪怪的 怪怪的 它應該不是豆 它是黑豆吧 唉唷 跟其他其他杯 它雖然都是豆子 但是它的味道跟黃豆不一樣 我是用紋的判斷出來的 對啊它有一個 碳燒味 黑黑的 對啊 我煮太久了 你煮焦了 對忘記 你是那個 你是一個炭火豆花婆 你們兩個再怎麼煮 都不可能煮出 人家工廠做出來的啦 那個差太多了啦 你們那個水用的 對不對他媽的自來水要害我 沒有那種自來水沒煮開的 然後那個 對啊然後那個硬水 軟水 台北的水你也敢這樣煮給我喝 水的話 自來水應該沒關係吧 自來水應該沒關係吧 我真的是用自來水 你第二個是哪有的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我很擁有的是3M過濾水 好 那次到明天黃那次大白的 這就臭味水 我臭味水第幾杯 你那麼大零杯 這是你錯的 今天這一集已經來到的最後一杯 好 我都不知道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喝什麼了 我現在已經伸腿進 我之後可能就不會碰蛋白質了 怎麼了 反胃 那是不是杯子沒洗乾淨啊 哈哈哈哈 我怕你得罪了 欸糟糕了 這一杯也很濃欸 好 我現在講的已經有四杯了 好 剛剛捧的越高 切得越深 這杯好濃喔 很棒 喜歡啊 那這杯真的是口感還不錯 還滿濃 該不會是那個3萬塊了吧 3萬塊 然後 這杯好濃喔 這杯是 可是一般的市售可以做到這麼濃嗎 我現在開始懷疑我自己了欸 對 我覺得它手作感蠻 就是如果你想要喝濃的 如果這杯真的是市售 我覺得它就可以是我的首選 保持一個很濃醇香的感覺 如果想要喝豆漿我覺得這杯很棒 像那個很多坡 真的很多坡是不是 比起其他的 沒有它就是真的很濃 我先猜黑豆漿 黑豆漿應該是第八杯 倒數第二杯是黑豆漿 特濃的5.3應該是最後一杯 然後5.1是第七杯 我覺得第三杯跟第五杯是大白跟taco的 那如果是以剛剛他們的形容 好豆跟好機器 我覺得第三杯是taco 但我不知道它的處理過程 那第五杯就是明顯有一個水味 那個是大白的 就是它用爛水 爛水做出來第五杯是 好好失望 大白的 你說對我的舌頭失望嗎 我覺得你的舌頭有點失望 真的假的 我技術那麼好都被糟蹋了 我亂品是不是 我第一名是最後一杯 哦~~~ 這杯很好喝欸 但 但這杯好像也是他們兩個其中一個打的啦 愛的滋味 怎麼會這樣子 好公佈了 那 走到沾沾沾沾拿開喔 1 2 3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 什麼啦 對那是大白的 是最好喝的不是嗎 對 最好喝但是是爛豆漬 爛豆漬來水 爛豆漬來水喔 你的舌頭就配得起這個 哈哈哈哈 然後你最嫌棄的是我 你到底怎麼煮得那麼醜啊 你喝不起好豆啦 哈哈哈哈 對 不是你怎麼煮的 你怎麼煮的 人家那麼便宜的 煮得這麼濃 我先承認一下 因為我後來煮一次我覺得有點濃 所以後來又加了水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之後會 可能要推出新商品 就是大白鮮豆漿 我們之後就是 要出來 想說我豆漿機出來 沒有啦 大家還要想要看 Lanako的舌頭品嘗什麼樣的美食 甜點或者是像這種 還蠻多市面上常見的食物 請在下面留言 但是可以吃的喔 你不要什麼 十大青椒十大芋頭 我是絕對不會做的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下次就做芋頭甜點 我不要 好餓 芋頭芋頭 不是有珍奶嗎 我覺得珍奶好想做喔 可以啊 可是珍奶大家都做過啦 很多人都做過了 他沒有像我這麼會漆嗎 那我們再把它喝完 不要